刚才玩完猩猩,我们玩过差不多一款的大猩猩 但也叫做最强地球人 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Youtalaman 都知道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在格斗比赛无所 所向披微的Jack的装甲服 Youtalaman Shoot Jack 比其他Suit是酷型的 Hotbuster的感觉 我觉得他比Hotbuster酷型 Hotbuster不像一个星星 但他像一个超级极的大人 看到正常的box art都在了 所以很特别 反而说,SHF在Youtalaman Shoot Jack是最大尺寸的 原则上 所以 叮咚 你就会看到 整个东西就在这里了 或者 补充一句 这个姿势就是刚刚剪到脱肺的导演 放的 回气了吗? 转一个圈给大家看吧 你接着可以解释一下 你认识之后有什么讨论呢? 上身是非常优秀的 下棚呢? 下棚就略严不可动严 最主要是大腿关节 大腿关节,色关节 原因是什么呢? 转头跟大家分享 最主要是大家看看Jack Jack这个外形和他那个 头身比例 是很漂亮的 是很漂亮的 真的很漂亮的 他有这个形式 其实是很恩典的 你知道Bandai 随时被灰色 灰色 我最初打算是太硬了 灰色 如果出生了六兄弟 都可以玩一个 其实早期的Ultraman Suits 用了你所说的银灰 我就是买了那三个 然后我就没有买animate 其实你说放在一起 某程度上都有机会有点色差出入 因为本身这一只银色相对漂亮点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些红色 因为其实任何Ultraman Suits 本身它其实主要都是三颗色 银、红和灰 问题就是你到时的外形和造型是怎样的 好,那就真的移动一下这东西了 它最优秀就是 坚冠截 我反而挺欣赏它的头设计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其实它老年这么大的东西 它本身它颈也分了整个独立一个颈位 头型本身其实你看它这个设计 初初以为它不是怎样移动的 但是它这个下巴这个位呢 你可以看到是可以移动的 所以变了根本在那个 可动来说是完全不会有什么妨碍 这个是借的 而且你看到那个造型 黑纹和那些细节度都非常精细 这个是做得好的 最欣赏就是它做到一些很自然的 搏击的姿势 尤其是双拳 护着颜头这一下 因为它的那个肩关节拉出来很多 是的 就可以了 还有Jack很超级的 就是双拳放弄保护的姿势 非常漂亮 而刚才阿迪讲的 整件事 可动性而言最清楚是肩关节 为什么呢 可让别人看看肩膀的构造 你就知道了 本身灰色这些胸膠 你会看到另外在里面有一条很长的直軸 打了下去 打下去之外,你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空位可以预留 令到前臂的关节可动幅度很大 他可不可以翘手? 完全没有难度 最好玩的是上帮身 多棒 后面有穿崩,但穿崩之外,你会看到肩关节的结构 为什么可以那么疯?就是这样 整件脱脱的出来 暴力出奇迹 挑手就差一点 他的胸部很大,所以没办法 但你能看到肩膀的装甲位 会预充很多空间 所以对可动性根本是零影响 好,那我们看看腰转的部分 是有限的 你会看到,因为他的腰和上空 他的空间位没有预留很多 因此要关照造型 所以变成前后可以动,但幅度不大 很少,前后真的很少 左右也可以动,但幅度也不大 所以腰转就要靠下腰 所以腰转就要靠下腰 但也是很少 很少 而最够病就是,因为大腿很粗 他一动的时候,基本上就会顶着 底裤 除了底裤之外,大家玩的时候 要留心本身的大腿 特别是上半截 都有机会和这个腰位有些触碰 所以变成玩的时候 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不然就会惯发 拉到尽 没有了,不能扯下来 如果他做一个拉落 拉了 但他有做拉落 但他有做拉落 但没错 粗得比春泥比例上 或是通常鲜色链 这里就可以松腰 但扣起就会很高 但这个是SHS 所以踢腿 你大概预算是40多度左右 对 你踢腿反而我觉得很合格 踢腿就这样 当然你说这个幅度来说 其实不算小 摆姿势来说 膝头有点什么 对 前面这里相对比较大的破坏 那么少 因为他那个大腿和小腿 没有很特别 再在后面 下什么功夫 也不会说可动 如果这种连动 一粒就可以摘得多 但这个只是SHS 有个惊喜就是 好像 好像脚是不是合金 蛤? 很少 SHS 应该不用金属关 最早期 最早期有金属核板 不知道是不是 不是 但是 本身 相对 你会见到这么大的球形关节 你向前 其实这里都可以移动 但其实跟这个可动无关 就是这样 向后就好些 向前一般 但是左右 因为本身你见到 球形关节下面有一个横軸 可以变成贴地方面 可以做到相应的调节 对 其实 玩得上来 如果你玩一般的拳击 不踢他 就很足够 是 重新 这一只 都会在这里 用这个玩具拍卖形式 和大家见面的 就是这一只 所以 大家可以留意它的QC 因为这两只 没错 我开了一只 就不用特别搞什么 变成了 SHF出完之后 转到 没模型都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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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武器 哇 本身Jack是靠拳头 没模型都出了 大拳头 大拳头才好 好了 稍后见